以戒为本 一辈子想做不后悔的事,无做 一辈子想不说后悔的话,无言 大道至前,大道至远,大道至理 每个人都不想做后悔的事 但是谁都不知道,自己做了某件事以后 会否使自己后悔 这就是人的智慧不足,般若不够 这就是菩萨为什么让我们知音懂果 小心众音,你才不会长寿果报给你带来的痛苦 欲望似火,烧不尽 天天燃烧,众身心 烦恼难受,无人应 只愿自己,众的因 因因得果,果从因来 众因小心,结果开心 众因随便,恶果立宪 得道是信,失去是命 用这样的心态在人间 你就不会烦恼和忧愁 有德是信 无德是命 该你的,总是你的 不该是你的,得到了都会担忧和痛苦 这就是为什么,失去是苦 得到了,也是苦 做人就是修心 修心,不是从外面修,是从内在修 学佛礼,诵佛经 在生活上就要佛法化 人心不足,舌吞向 道德品质再下降 修心学佛,齐向上 尽快消除恶业障 佛法是一种教育 并非完全是宗教 佛法是一种使人积极向上 忘却烦恼的良药 戒、定、慧 就是佛法当中的经典 戒,这味药有点苦 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 戒行严厉,利于修 普度众生,舍去自我 舍去小家 才能换来大家的幸福 这就是大乘佛法的经典之处 一个人看他的学佛根基 是否成熟 就是要看他平时生活当中的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一个二十四小时都能守戒的人 说明他已戒在心中 必能成功 戒是无上之本 学佛人的宝贝 首戒换来的是平安 法乐 没有争斗的快乐生活 无争才能无斗 不贪才能不恨 心态不增才能不解 爱得太深 伤得太痛 恨得太深 堕落太快 人有时被别人捧得很高 人有时又被人压得很低 很高的时候 人会轻飘飘 压低的时候 人会感到很痛苦 所以 学佛人 必须修 宠辱不惊 因为 宠辱也都是一时的感受 过后 让你想都想不起来了 人伤我痛 大悲心 慈悲菩萨 救度众生 脱苦海 彻悟人生 离灾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